我去老五台的家里了 我当时去找你没有人 我不知道 挺长时间没来看你了 我想给你个惊喜 然后我就没告诉你 我就直接去了没人 后来我才知道 你在沈阳呢 给乌宇被看家呢 我知道 给被被看家呢 他们现在上南京了 去南京了 对 他爱人调到南京 你家都去了 然后那个外孙子也都在那上学 我说话大声还能听见呀 这能听到 我这个耳朵听不到 这个耳朵能听 头我也白了 白了 这还是染的呢 不染全都白了 张老师挺好的吧 行 挺好张老师 张老师过来坐 张老师您坐 他这个耳朵听力这么长 糖尿病您听了吗 对 糖尿病病病发症 眼睛没事吧 眼睛白内上 那个 现在 有时候 事物不清 反正 也都很正常 主要我心态点好 热门的 热门的 颈椎怎么样 颈椎 颈椎还行 没事 我觉得 金子部上次说 那你也挺 挺多年前了 说你这个颈椎 一讲课 一回头 就迷糊吗 对 现在好多了 现在还好点了 好点了 没事 现在血糖是 是 是多少 血糖 一直 比较稳定 那个仓后控制多少 哎呀 仓后 没怎么量过 控腹的时候 以前量过 最近没量 因为 一直感觉挺好 我也没量 怎么不量呢 那要随时监控啊 我感觉挺好 所以就 有时想起来 就量一量 好 吴老师 一直都好 当时我补习的时候 就是 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 在府省也不多 那是 86年 1986年 已经 已经32年了 吴老师 32年了 太快了 谈子一回先 嗯 属于是有 对我有知欲知恩的 老师 您还记着吗 我到你办公室 我说我 没爸爸 然后我就哭了 然后这个 你就跟我说 我知道了 第二天到我们班来上课吧 还记着不 记着 还记着呀 是 很不容易 当时那个 交不起补课费嘛 然后 学校跟我说以后 我说 他交不起 你们就从我的工资里扣 嗯 学校也非常感动 最后就给你免费了 就没扣啊 学校也挺好的 当时 我考当时 当年考幼师学校 是你给我出的主意 记着吧 是 嗯 我对你这 我都是非常放心的 嗯 而且 对你现在的处境 就挺满意 挺高兴的 嗯 嗯 挺有处心 就像 像父亲一样 嗯 就是对我 问我这些事啊 什么的 我今天来 我给吴老师 带来一支笔 嗯 嗯 还行 太感谢了 还行 看着是最好的 不是 就是 就是 这不重要 就是 就是 好听好看的一支笔 啊 嗯 嗯 哎呀 真是高级的 嗯 还行 还行 你看 金笔 老式的 啊 就那种老式的钢笔 对 对 对 这种 这种钢笔少了 对 我记得当 当年你给我送那个 也是这种类型的笔 就老式的 老式的 那可没这么贵重 哎 这不是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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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价钱的问题 是我觉得 心意 心意 就是 我的老师 做了一辈子老师 这钢笔 对他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对 我就想 就这次 回来看您 就给您买一支笔 行 我一定正常 嗯 我那个时候 像我这样的家庭条件的 生日 可能 都会忘 都真的不记得 哎 在我生日那天 他会给我写一张卡 于和尾 祝你生日快乐 努力学习 加油 争取靠出好成绩 附带了一个礼物 钢笔 他对我的人生认知 就觉得 哎呦 还有这样的老师 还有这样的 这样的人 所以对我之后的成长 都有很大帮助 所以我觉得 他真的是在我那个 第一次的人生 十字路口上 是一个直路人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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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就在这儿待着 别动了 好 我走了啊 你就在这儿待着 别动了啊 你好 好了 走了 嗯 好了好了 我走了啊 吴老师 我打电话啊 好 好 我走了 按这个按这个 按这个下去 啊这个电机 对对对对 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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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吴老师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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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